岳阳楼记 范仲淹 清理四年春 同此情遮守霸凌军 愿明年 全同任何 白费举行 乃重修岳阳楼 增其求知 可唐仙静人师傅语气上 诸语作文 一季之 欲观赴 八零神掌 在东庭一湖 仙渊山 吞长江 好好双双 恨无激压 朝灰夕影 迹象万千 此则 月阳楼之大观眼 千人之术碑 仁则 北断乎下 南极肖像 清歌扫人 多会于此 百无知情 得无一户 可佛阴雨飞飞 天月不改 迎风怒嚎 灼烂白空 日行荫药 山月前行 声吕不醒 强情几岁 百无明明 五小元帖 等四楼眼 则有 驱过怀想 有尘未解 满目小然 感激 回备这意 至若春河精明 波澜不尽 上下天光 一笔万气 沙昂相机 精灵悠悠 安置定览 与雨晴晴 耳火 转眼异空 浩月千里 浮光月静 静音成笔 与各胡大 此乐和己 等四楼眼 则有 心狂声音 冲入邪望 八九零风 且 喜羊羊折音 皆佛 欲成求 古人人之心 我亦 二者之为 何在 不亦无心 不亦疾悲 至 苗堂之高 则有其名 除江湖之愿 则有其君 事经已有 腿已有 然则 何舍 而而言 七笔月 先天下之愿而有 后天下之乐而老虎 一 为四人 与谁 与贵 十六年 九月十五年 一文 记忆终身 经历四年的春天 曾子晴被 强制到八陵军 做太守 到了第二年 城市顺利 百姓和乐 各种荒物 飞的实验 都新办起来了 于是 重新修建了 岳阳楼 扩大 他原有的规模 把唐代名家 和唐代人的师父 刻在他上面 祝福我 写一篇文章 来记述这件事情 我观看那 八陵军的 美好景色 穿在 东京湖上 在连接着 远处的山 顿度 长江的水流 好好上上 无边无界 一天里 阴晴多变 奇效 千变万化 这 就是 岳阳楼的 雄伟景象吧 前任的技术 已经很相近了 虽然如此 那么 我向背面 动到无暇 向南面 直到 消水和香水 脚趾的惯离 和来往的诗人 大多 在这里聚会 他们 关上自然景物 而触犯了感情 大概会 有所不通伤 有所不通伤 小南 阴雨 连绵 接连几个月 不放晴 寒风 怒吼 热 灯放 冲向天空 太阳和星星 引走起光辉 闪月 隐没了心地 双人和旅客 不能同行 墙跪倒下 穿降折断 傍晚 天色昏暗 虎在长啸 冤在背体 这时 等上这座楼啊 就会有一种 离开孤独 怀念家乡 担心人家说坏话 只怕人家 拼拼之责 蔓延都市 小典的景象 更改到了 极点 而悲伤的心情 到了 春风和雪 阳光明媚的时候 无面天静 没有 尽到海了 天色虎光项脸 一片碧绿 广阔无际 沙洲上的欧鸟 时而飞翔 时而定险 美丽的鱼 有来有去 岸上的香草 和小洲上的兰花 草木茅盛 清脆雨滴 有时大片烟雾 完全消散 焦急的月光 一切 清理 波动的光 闪着金色 静静的月影 像沉入水中的雨笔 雨笔的歌声 在你唱我喝的 响起来 这种乐趣 真是 无穷无尽啊 就是 登上这座楼 就会感到 心胸开阔 清静愉快 光荣和居如 已滨忘了 端着酒杯 吹着微风 那真是 快乐高兴极了 嗨 我曾经探求 故事拼得 高尚的人的 思想感情 或许不同于 以上两种人的心机 这是为什么呢 是由于 不因外物好坏 和自己度势 而或喜或悲 在朝堂上 左官时 就为 百姓担忧 在江湖上 不左官时 就为 过去担忧 这样说来 在朝廷左官 也担忧 在疲倫的江湖 也担忧 既然这样 那么 他们什么时候 不会感到快乐呢 他们一定会说 在天上人之有 之间现有 在天下人之乐之后 才乐 没有这种人 我懂谁一道呢 谢约 敬礼周年 九月十五日 我懂谁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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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谁一道